要待每一位人客都如同有群自軟荒廊一樣 持續做好服務 做好服務是由死去著眼一絲不咎 這樣的服務我們才會歷尊完美 很辛苦的服務 只會用心去做 會得到客人認同 做好服務就是做自己的責任 做好我的補分 我們要多些關心客人 為顧客著想 這就是我們服務人員最重要的任務 我的難忘經理就是 有一個人在餐廳裡不舒服 他人不記得帶藥 我上前找問他 最終我陪了他看醫生 有客人回來很感謝我 我想這次令我很難忘 因為在飲食裡 除了供應食品的服務之外 我們可以做其他有意義的服務 給其他客人 有一次人客是外物不經填入 他走的時候 忘記了拿走鴨殼 之後這位客人打電話給我 反映他感到很失望 因為原來他打算 今晚是我來煲湯的 而我將這件事 即時告訴我的經理知道 經理也即時決定了 將他送回客人 當客人見到我 他感到很驚喜 很開心 同時他也稱讚 美心以客為先的服務精神 這件事令我很開心 因為能夠幫到這位客人之餘 亦都給客人有一個很好的印象 我認為重新出發以客為先 是服務準則 做每件事都要重新服務 令到客人有一個難忘的飲食體驗 握下一個好的服務 除了攝反環境有所保障之外 我們作為一個前線的服務人員 應該用一個親切主動的態度 和專業知識 因應不同的客人的需要 而作出不同設身的服務 令到顧客滿意 記得有一次在工作上 遇到一位很久沒見的朋友 我立即上前和他打招呼 和熱情為他介紹公司的產品 在我的朋友離開後 我的上司又稱讚我 代客熱情 和勉勵我保持良好心態 對待每一位顧客 自此之後 我就為自己定下一個目標 要待每一位人客 都如同有貧自遠方郎 一樣 持續做好服務 我得做好顧客服務 令到公司有好的口碑 這樣就可以力為公司增加業務額 另外我們要多些關心客人 為顧客著想 這就是我們服務人員 最重要的任務 我覺得做好服務員 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和客人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透過每一次和客人的接觸 給客人一個專業的態度 做好服務得益 自己得到很多保費經驗 還有做事很開心 我覺得做好服務 就是盡自己的責任 做好我的本分 對人客來說 就是可以令個客開心 個客開心就會再幫襯 那自然就對公司好 正因為顧客對我們要求不斷提升 所以我們更加要懂得多些 聽多些 增加本業知識 保持一個輕鬆愉快的心情 這樣才可以做我們的顧客服務 我們要與時並進 多方面吸收不同的知識 提升個人能力水平 包括在語言能力 因為我們會為不同國籍的客人服務 方便與客人溝通 做任何事都要全心全意 只要你給自己一點信心 用心去做某一件事 做甚麼都會成功 相信自己 你做得到的 只要你重心服務 客人一定會感受你的關懷和熱誠 你一定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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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